歡迎收看小熊老師片子教數學 那我們在前面那幾集介紹的統計 一些統計數據 統計圖表 那我們在這一集要來介紹的是機率 我們在國中教的東西都不會很難算 都是比較介紹形式的 那就是讓大家發現說 原來我們在生活中 這個就是我知道 這是統計的結果 我知道這個是機率 可以這樣推論 那 在早餐店裡面 慢慢讓小明自己挑選 他可以選一個主餐給一個飲料 主餐有三種漢堡 三種漢堡分別是 雞肉鮪魚和烤豬肉片 和兩種吐司 有鮪魚吐司和起司吐司 飲料有冰紅茶 熱紅茶 冰奶茶和熱奶茶 四種 那請問小明的選擇 講說都要選 就是說沒有不點 那可能有幾種不同的搭配呢 那其實這個問題真的是有夠簡單 就是我建議所有的老師都讓學生把它想完 就是要 有的說學生他容易這個放棄問題 因為一方面是因為老師在這裡 那另外一方面是他覺得這個是數學科 就是如果你真的現實生活中 你真的遇到這個問題 我不相信有任何一個人 一般的這個不是特殊學生的話 我不相信有任何一個人不會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你跟他說現在有一題數學題 他就 那是什麼 他就不寫 他可能 猜測裡面搞不好有什麼陷阱啊 對不對 說不定要是我寫了結果又錯怎麼辦啊 沒有啦 那是到底有幾種 那 這裡就是讓學生發現說 其實自己就會基本的邏輯的推論了嘛 他講說要選一個主才給飲料 那主餐有三種漢堡和兩種吐司嗎 對不對 那所以說是不是我漢堡選一種 吐司也選一種呢 那這樣就不叫做一個主餐啊 也就是說我呢 是三種漢堡裡面選一種嘛 兩種吐司裡面 更正喔 我在三種漢堡裡面 或者在兩種吐司裡面 總共就選一種 對不對 要不然就選這個鮪魚漢堡 要不然就選什麼鮪魚吐司 這樣子 總共就選一種 然後飲料齁 四種飲料裡面總共就選一種 對不對 那告訴我到底有幾種 那在這裡呢 首先就是先介紹這個 我們在討論機率的時候的 最基本的工具就是樹狀圖 如果我選擇 那這個選樹狀圖的話 看你怎麼畫 其實樹狀圖有很多種 我假如我可以說 三種漢堡 一二三 然後 吐司因為是跟他一起選的嘛 吐司只有兩種 對不對 那然後這個 所以就是 來的是三種漢堡 粉紅是兩種吐司 然後就是各有 四種的飲料可以選 那你說 其實也不一定要畫成這樣 因為樹狀圖不是 直接的算式 所以他可以隨你的推論模式而改變 比如說我也可以說怎麼樣 我可以說我先 我先選 漢堡 或吐司 那漢堡之後有三種漢堡 吐司的話有兩種吐司 然後我再選我要紅茶 假如我選了這種漢堡 我再選我要紅茶還是奶茶 對不對 那紅茶裡面有這個冰紅茶 奶茶裡面有冰奶茶 你會發現我 我的這個 樹狀圖變成好像有四節 但是其實我最後出來的總共的種類會一樣 你讓學生去數總共有幾種 那其實就是一二三四五個都有 四個這裡有二十種 五乘以四啦 五乘以四 那這邊也是一樣啊 你去數完的話其實就是 這裡只有兩種 這裡也只有兩 但是這個兩種 兩種呢 就是這裡有四種 這條四種 那這條四種 這個有四種 這有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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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後面都會拆成 紅茶 紅茶奶茶 然後冰的熱的 冰的熱的 這樣 對不對 他整個拆起來也是二十種 那這一題的答案是二十 那 除了說用答案去去討論的之外 那我們可以想像就是說 我要先選 我要先選主餐 再選 飲料 對不對 主餐有幾種呢 主餐有五種 那我在這裡寫三加二 好 那這個就是二十 那這個算是最主要就是帶大家去了解到 為什麼這個三這個二要用加的這個要用成的 那這也是呼應到我剛才一開始就講 我說幾乎所有的學生 我認為啊 應該是所有的學生都會做這個問題 就是你真的拿現實問題給他 你讓他到早餐店去選 然後問他你有幾種選擇 他一定可以答對 在這個問題裡面 你會發現這個三跟二是加起來的 但是這個是成的 好那為什麼呢 好為什麼你可以這個問問看學生 為什麼這三跟二是加起來 但是這個是成的 那就是說我們剛剛其實有講到 我並不是怎麼樣 我並不是選三種漢堡裡面的一種 又選了兩種吐司裡面的一種 我不是這個選完又選這個 我是這兩類總共五種選一個吧 所以這個時候呢就把這個三跟二是加起來 因為我總共是五種裡面選一個 我如果說今天媽媽跟小明說 你可以買這個一個漢堡一個吐司和一種飲料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就是一個漢堡有三個選擇 選完了之後再選吐司 有兩種選擇 選完了之後再選飲料有四種 那如果今天這個媽媽更 這個怕小明吃不飽 他說 你可以選一個漢堡一個吐司一個能飲一個熱飲 漢堡有三種 吐司有兩種 能飲有兩種 熱飲又有兩種 那你就會發現最後你算出來的會是 三乘以二乘以二乘以二 好這是一個漢堡一個吐司一個能飲一個熱飲 那我們剛剛講說是這個一個漢堡 好如果說是一個漢堡 一個吐司 在能飲和熱飲裡面 二加二總共四 在能飲和熱飲裡面選一種 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是這個 在主食也就是漢堡和吐司裡面選一種 能飲跟熱飲裡面也選一種 這就是啊 這是我們剛剛算的那一題 從這樣你就可以了解到說 好那所以這樣是加的 這樣是成的 好那這個有一些教科書會特別說這個叫加法原理 這叫成法原理 那是名詞不重要 好就是這樣子去推論 那為什麼 至於說為什麼說這個是三 那我不是只選一種嗎 那不是一嗎 好那就是說你是在三種裡面選一種 最後你還是只有一個喔 你不是選了三個喔 你是三個裡面選一個 所以你有三條岔路可以選 可以嗎 好 OK 那就是我們剛剛講好加法原理的話呢 如果說M總假 N總假 M總以 這裡面我只挑一個 那我總共就是有N加M總 挑法 剛才這個吐司跟漢堡裡面我只挑一個 如果說乘法原理的話是N總假裡面選一個 M總以裡面又選了一個 你會發現是選了又選就會乘了又乘 那他就會變成是N乘M 可以嗎 好那這就是我們在這一集開始要介紹的 那到這裡還不算機率啦 這是在討論說我們有幾種買法嗎 好那但是你看喔 如果我今天算出來我有20種買法 那小明剛好買到的是這個 鮪魚漢堡和熱奶茶 那就是這20種裡面的一種 如果這20種他的買到的機率是一樣的話 那他剛好買到某一種的機率就二十分之一 像這樣子齁 就是所以這是我們交機率的這個 一開始要先了解到說 我們總共有幾種可以選 好然後呢剛才說 小明買漢堡 那如果他現在遇到難題 他不知道點哪一個好 老闆看小明猶豫不決 他就拿出了一個六面骰子 那這個六面骰子是特殊設計過的 其中兩面寫了雞 兩面寫了豬 兩面寫了魚 或者說這個六面骰子呢 1到1跟6 1跟1點跟6點是雞 2點跟5點是豬 3點跟4點是魚 那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研究過骰子 骰子的話 他那個點數跟對面合起來會剛好是7 也就是說上面 上面如果是1 畫一顆骰子 畫成長方形 如果上面是1 如果上面是1 那麼底下你看不到的那一面 就會就會是6 這樣子 就是這裡上下合起來會是7 然後如果前面是2後面就是5 左邊是3 右邊就是4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看他上面是哪一面 你就可以知道你沒看到的那一面是什麼 OK 那總而言之這個骰子有兩面雞兩面豬兩面是魚 那讓他骰骰子決定主餐 結果他剛好點到雞肉堡 那他要買漢堡 所以他不買吐司 那他要買漢堡的情況下呢 他骰這個骰子他買到雞肉堡的機率是多少呢 那你覺得是多少 其實問題是很簡單 這種問題因為我剛剛一開始就講 國中教的東西都不會生 不會很難算 所以就是 重點在於說讓學生了解到其實現實中的機率就這麼發生了 我們很容易就遇到了 那你點到雞肉堡的機率是多少呢 那因為我們假設6個骰子 6個面骰出來的機率是一樣 沒有這個做假 沒有做假 那所以你點到雞肉堡的機率呢 就是 這個六個面都有可能裡面齁 的某兩面嘛 所以是三分之一齁 那你說那為什麼是用六去除以二 這麼說啦 就是說你有 我們剛說有六種可能 123456 對不對 這六種可能 都有同樣的機會會出現啊 那總共一起出現機率是百分之 不是一起啦 就是說全部的所有的可能的話 是百分之百 就是一 也就是說這六種各佔六分之一 這六個點數 一點兩點三點四點五點六點 這六個點數各有六分之一的機率會被骰到嘛 那其中的某兩點被我認為是雞了 所以這個吃到雞肉的機率就是六分之二 就是三分之一 其實學生很容易理解這裡啦 那就是我剛剛一直在講 就是說 這東西不難懂 只是說當他成為數學問題的時候 學生就會 這個反射性的有點抗拒啦 這個如果小明不愛吃豬肉 他決定骰到豬的話就重骰 然後但是如果老天真的就是要他 就是要他吃豬肉包 他也不是說不能接受啦 所以他現在的做法是說 如果骰到豬就重骰 如果第二次又骰到豬 好吧 那我就吃豬肉包 那請問這個時候他知道雞肉包的機率是多少呢 那我們要來畫這個書上圖去討論這件事情 為了方便起見 我們不是會骰出六種點數嗎 那因為剛才那一題我們已經知道 吃雞肉包吃豬肉包吃 還有一個是什麼 衛玉 那這三種 漢堡的這個機率 骰到的機率都三分之一啦 所以我們就不畫成六條 我們畫成三條 等於說我有六分之二 也就是三分之一的機率骰到雞 也有三分之一的機率骰到豬 也有三分之一的機率骰到魚 就是老天給我的機率 但是我自己給我的機率是沒有 如果骰到雞就吃雞 骰到魚就吃魚 骰到豬我就再骰 後來又骰到了雞 我還是改吃雞 後來又骰到了豬 我只好就吃豬 如果骰到魚就改吃魚 這就是小明的規則 那換句話說小明會吃到雞的機率 除了一開始就骰到雞之外 還有包括一開始就骰到豬 後來才骰到雞 對不對 這裡也是各三分之一嘛 對不對 那這個小明經過波折之後 終於吃到雞的機率是多少 首先他要先骰到豬 我特別強調就是要經過波折 我小明骰到豬 又骰到雞的機率 這樣會有多少 那麼就像我們剛剛講 那個你點了 點了這個豬肉堡 又點熱奶茶 你選了又選 所以現在要你 等於說我要求小明骰兩次 而骰兩次的結果 第一次是豬 第二次是雞的機率 也是三分之一 第二次是雞的機率也是三分之一 所以小明在這邊吃到雞的機率是 九分之一 三分之一乘以三分之一 可以嗎 骰到雞 就是骰到豬之後 骰到魚的也是三分之一乘以三分之一 那當然 連骰兩次豬也是三分之一乘以三分之一 所以這三個都是九分之一 那這樣你就會發現 除了醬子會吃到雞之外 我一開始就骰到雞也會吃到雞 我一開始就骰到魚也會吃到魚 醬子也會吃到魚 然後只有這一條會是吃到豬的 所以我吃到雞的機率其實是三分之一加 這個也可以吃到 或者這樣子也可以吃到 這個 九分之四 那吃到魚也是九分之四 合起來就九分之八 吃到豬九分之一 這樣合起來剛好一 可以嗎 那一樣 如果小朋友問說 那為什麼是這個加這個 那就是說我有三分之一的機率 骰到雞就吃了 除此之外 還有九分之一的機率 是用骰到豬帶骰到雞的方式吃的 所以這個 你就會有三分之一的機率 吃到雞 又有九分之一的機率 這個或這個都會讓你吃到雞 對不對 你可以在這兩種情況裡面 都有可能的某 這兩種裡面的某一種 都可以讓你吃到雞 那這樣是加 那這個是說 它也要發生 它也要發生 豬也要發生 第一次骰到豬 然後第二次又骰到雞 所以這個地方是乘 這個地方用加的是說 你可能是一開始骰到雞 你就知道了 或者 你是先骰豬再骰雞 這個九分之一 你可能也可能是這樣子 就是這個或者這個 都可以 就加起來 那乘的時候是 這個又這個 要連續滿足這兩個條件 這樣就會用成的 那在這一點上要說明清楚 那其實就是透過一些 像這種簡單的生活的例子 學生做著做著 也就慢慢可以接受 那 重申一句話 就是國中學到的機率不會算起來很複雜 其實我這裡在國中已經有一點複雜了 那國中學到的機率不會很複雜 最主要的我覺得 這一張 整個學習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說 讓學生了解到 生活中有這一些機率的問題 不要說 你都已經國中畢業了 你真的面臨到這個問題 你小孩以後你長大你有小孩 三種 三種那個 三種漢堡要他選啊 你拿骰子給他骰 他說他如果骰到豬他要 再骰一次 再來才是豬的話他才要吃 結果你沒有辦法 分析出來 你都不知道怎麼去 確認到底他吃到哪一種漢堡的機率是什麼 你只是會有種感覺說 這樣子的話 豬應該就很難吃到吧 這樣子的話 雞應該會比較 雞跟魚應該比較容易被吃到吧 如果你只能夠停留在那樣 那你 國中就白許了 就是說 沒有要你多厲害 國中的數學 沒有要你多會算 但是就是 你至少要了解到說 生活上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機率問題 他是可以被這樣子推導的 OK 那最後這個問題讓大家想一下 陳上 如果小明就是不想吃豬肉 他決定骰到豬肉的話就重骰 那 剛才講這個是骰兩次 如果說這個是 骰到第一次是豬也重骰 骰到第二次是豬也重骰 骰到第三次是豬 就乾脆吃雞肉 我就不吃豬肉了 然後這個時候問你吃雞肉飽的機率有多少 你可以順便算一下 魚肉飽的機率會多少 那豬肉飽呢 因為不會吃到嘛 所以吃豬肉飽的機率是零 那也就是說 你如果兩個都算出來 你應該會發現 魚跟雞合起來是一 就你一定在魚跟雞裡面挑一個 好 大家做做看 剛剛的這個問題 小明到底吃到雞肉飽的機率會是多少呢 一開始他骰 雞的機率是三分之一 骰豬的機率是三分之一 骰魚的機率是三分之一 那他如果骰到 他說骰到豬再骰 骰到豬之後骰到雞 又三分之一 豬又三分之一 魚又三分之一 但是這一次他如果還是骰到豬 他還要再骰 又骰到雞 就吃雞 就吃雞 又骰到豬呢 這一次改吃的是雞 因為他比較喜歡雞肉一點點 又骰到魚就吃魚 那這樣子他吃到魚 我們先看魚好了 他吃到魚的可能性有幾種 一開始 三分之一的機率他就吃到魚了 結束 或者他一開始骰到豬 然後又骰到魚 那就是一開始 這個三分之一乘以三分之一 是九分之一 我們寫在這裡好了 我剛把他想要寫在算是 這樣他也會吃到魚 又或者他骰到豬 然後又骰到豬 然後又骰到魚 那就會有三分之一乘以三分之一 乘以三分之一 這是二十七分之一 那總共會變成二十七分之 九加三加一 十三 如果是吃雞的話 他會有三分之一吃雞 或者是三分之一骰到豬 三分之一骰到雞 是九分之一 或者是三分之一骰到豬 三分之一骰到雞 三分之一骰到豬 三分之一骰到豬 又三分之一骰到雞 這個是二十七分之一 那這個也是二十七分之一 所以他會是二十七分之 九加三加一加一 所以是九加五是十四 那你就會發現這兩個合起來剛好就是一 我們剛剛講的 那這就是 我們這一張 這是我們的作業 那我剛剛一直在講 就是說 交的東西 包括作業 都不難 都不難 所以就是多練習 要了解他的感覺 機率的這樣子的運算的概念 這裡有個統計的欄 從統計圖表去算機率 還有這一題 那我們就先上這裡 好幾次 好幾次